哈喽你好,我是淳小雨的手工老师樱桃 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款纸青药的缝制方法吧 那么第一步我们来缝制这一排口味 缝制这一排口味需要用到这段直线两倍长度的拉线 这里用到的是白色线 例如这里是一倍 那么以此类推我们就量两次就可以啦 那么缝制用到的是一个双针缝法 就是我们线的这两头都要穿上一根针 首先把线的一边穿过针孔 然后拉出来一小段线 接着把线压在桌子上 这里呢我是为了给大家方便拍摄 所以压在了皮上 大家记得不要压在皮上哦 不然的很容易戳到皮有一个印子了 皮上然后用针穿过线的中间 再往上一拉 接着短线拉过针孔 再拉紧长线 那我们这一边就穿好了 另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穿起来 穿好之后我们来缝制 这里有个石刻我们打开 从这里开始缝制 穿过第一个孔位 然后线的两端要分配的一样长 接着下面的针从第二个孔位穿上来 然后上面的针从第二个孔位穿下去 完成一次交叉孔 先好两端的线一起扯进 然后我们重复这个步骤 然后我们重复这个步骤 下面的针穿上去 上面的针穿下去 那么你学会这个缝制方法之后呢 后面那就都会缝制了 因为我们的缝制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直这样子交叉缝制下去 那这里面呢也是一样的 它是这样子 也是同样的这个刺牌线 红制下去 这里可以看到这牌的孔位被挡住了 那我们就掰开一点 就这样子掰开一点 然后穿上去 都在里面穿 都在里面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這樣子 倒回去 這裡第二針穿下去 好啦 我們就在這裡收位 用剪刀把拉線剪斷 留出來一點線頭 就這裡 留出來一段線頭 這時候需要拿出一個打火機 所以我們打火機呢 是需要自己準備的 這樣打火機 靠近這個線頭 它就會慢慢往回縮 注意不是直接燒到它 是慢慢靠近 然後這個線頭就會往回縮 然後再壓平它 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樣子 這裡倒縫了兩針 後面的縫製方法呢 都是這樣子交叉縫製的 像我們這個眉毛的地方 都是這樣子 尖的這一邊 向左邊 這裡向右邊 把這裡縫製上去 那麼縫製一邊 需要用到這一段直線 一倍長 兩倍長度的拉線 這裡用到的是黑色線 可以放到量兩倍長度的拉線 這裡有兩邊需要縫製 所以我們量線的時候呢 量兩段線 量好線收好針之後 我先給大家示範幾針 好 那麼我就先給大家示範到這裡 縫完所有管位之後 倒縫兩針收尾 跟這邊一樣的 這裡也是同樣的 把它縫製起來 縫完之後 倒縫兩針收尾就可以了 這裡 縫製完成之後 我們來縫製這個鼻子 單獨縫製 縫製這個 這塊孔位 用黑色線縫製 縫製這個部分呢 需要用到這一段直線 兩倍長度的拉線 然後線 縫好針之後 我們就開始縫製吧 首先是這樣子 單獨縫製的 就不需要加其他孔位 一起縫 不需要加其他皮料 一起縫製 就我們單獨縫這個 交叉縫 切成縫製 就要加其這個 我們來縫製 衝製 加其他妫的 度子 最后一针从上面穿下去 然后第二种收尾方法 就是在里面打结 打两个结 扯紧 接着把线剪断留一点点线头 然后再用打火机烧一下压平 所以烧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把中间这个结点的地方 把这个结烧断了 所以要轻一点就烧旁边的这个 烧然后压一下 就不要烧到结 把这个结烧断了 它就会要重新缝了 好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另外这个边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缝制起来 是这样子 这边也一样 用这个方法把它缝制起来 然后打结收尾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一共是有六条需要缝制的 缝制一条需要用到这一段直线 1.5倍强度的拉线 这段直线1.5倍强度的拉线 这个部分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把鼻子这里给缝制上去 这里用到的是白色线 这段直线1倍强度的拉线就可以了 一倍 然后把它缝制起来 然后把它缝制起来 这里呢直接缝两倍 直接缝两次线 这里缝了一次线 然后我们上面这个针从左边穿下去 就是两次线了 调整一下这里 让它不要交叉 直接对齐这样子 然后呢在里面打结 打结收尾 接下来我们来缝制上面这三排口味 分别把这三块皮对齐 给它缝制起来 缝制一排需要用到这一段直线 以倍长度的拉线 这里用到的是白色线 像这里缝两针 然后 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从上面往下缝 然后缝完之后呢 在里面打结收尾就可以了 这里穿到里面 然后打结收尾 打结收尾这个部分呢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大家就按照前面我教的方法 来打结收尾就可以了 这里也是同样的 这样缝制这一排 缝制起来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那么这个地方缝制完成之后 我们缝制最后这一圈拱位 缝制这一圈拱位呢 需要用到这一段直线 13倍长度的拉线 那么13倍长度的拉线呢 实际是太长了 缝制起来也不方便 所以呢我们分成两段线 然后分开缝制 就是分成两段线来缝制 首先我们就是从缝制上面这里 从中间这一个大孔开始缝制 这里用到的也是白色线缝制 从这里开始缝 然后一直这样子交叉缝制下去 这里呢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里 那么我们缝制完这里 缝制到这个大孔这里呢 需要加进这块皮一起缝 这样子 加进来一起缝制的 缝制到这里呢 我再来教大家 怎么加进来一起缝制 缝制到这个大孔这里 我们加进这块皮一起缝制 这里第一个孔位对平这个大孔 这里是这个大孔 缝制起来这样子 然后接着就一直往下缝制 交叉缝制 扯进 就沿着这里一直交叉缝制下去就可以了 缝制到这里找完的地方呢 我们这样子对上 然后这里弯过来 对上下一个孔位 对峙 对峙 这样子 孔位一定要垂劲哦 这样子 然后接着往下缝就可以了 交叉缝制 缝制到这一边呢 也是跟这里一样的 中间穿一个孔 然后再接下一个孔 这边也一样 这里有一个大孔 底部这里一个大孔是对齐的 然后接着就这样子 一直往这一边缝制 一直缝制 然后这边 中间这个大孔也是单独缝制 完了一直缝制到这里中间的孔位呢 倒缝两针收尾 然后呢 再接上另外一段线 因为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一整段线缝制的话太长了 我们已经分成了两段线缝制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中间这里 大孔 倒缝两针收尾 再接上另外一段线 一直缝制完所有孔位 然后始�了一段线缝制 现在主要是决定的 那在這裡呢我們就先收一下尾 然後接著另外一段線從這邊繼續往下縫就可以了 記得縫側邊的時候呢縫到這個大孔我們要加進來這一塊皮一起縫 這裡第一個孔位剛好是對平這個大孔的位置的就像這邊一樣 縫製方法呢也是跟這裡縫製是一樣的那我就不給大家示範了 就按照前面的縫製方法一直縫製就可以了 那我們縫製完成就是這個樣子啦